Youtube的Yuiです youtube的Yuiです 今天我要跟朋友去豐田市 今天我要跟朋友去豐田市 參加一個叫做 雪劍街道2020的活動 這個活動呢 會有很多用雪做成的蠟燭 官網照片看起來非常可愛 很吸引人 有時間的話想要去一個叫 雪曝的地方 不過今年是暖冬 所以有點擔心 可能雪曝的狀況 沒有那麼好 但是不管反正就先去再說囉 平準哦 愛呀 好 ready 去旅行 去旅行 這很可怕 超多小朋友在玩雪的好可愛喔 雖然白天的雪看起來很髒 很多樹葉跟樹枝卡在裡面 而且現在才下午一點多 所以我們決定先走路去冰鋪看一下 晚一點再回來 會場周邊佈置很多可愛的雪蠟燭沿路都是 從雪間接到會場走到冰鋪大約20分鐘 但是我跟我朋友邊拍照邊走過去 所以走了一個小時 當我們跋山涉水千里迢迢 好不容易走到了冰鋪湧水公園 我們看到的景象竟然是 攝影中間的光景 我回来了 现在已经是晚上九点四十左右了 今天已经只能出去外面大概十三个多小时 虽然真的是爆累 可是看到那个雪蜡烛真的很可爱 但是这个雪蜡烛呢 不是丰田市自己的雪 因为今年暖冬真的太严重了 一点积雪都没有 我们去那个地方的时候 他想说 あれ? ここなの? 全然雪積てないじゃん 但是呢 他们就很辛苦 就是跑去长野县 把那个雪洞洞洞搬回来 然后做那一个一个一个雪蜡烛 除了雪蜡烛以外 他还有很可爱的小雪球 算是冰球吧 就是一颗球里面放那个蜡烛 那个也非常可爱 可是现场真的很多小朋友 就是在那边狂踩那个球 破坏那个球 然后在被他们爸爸妈妈妈妈起来 可以大哭 然后被爸爸妈妈带回家 今天看到超多的 那个冰铺呢 是当地居民在每年十二月 就是年底的时候 用水泼上去 让他结冰 结冰之后再去泼水 然后再结冰 让他那个冰柱越来越长越来越长 结成了冰铺 但是今年暖冻实在太暖了 就真的完全没有看到 本来是担心说 今年暖冬 可能他冰层不会像平常一样结的那么厚 结果没想到是 一点点冰都没有 你好我是玉姨 这是一个分享日本上班族生活 还有住在日本的一些文化体验的频道 如果对日本有兴趣 或是对如何成为日本上班族有兴趣的话 欢迎订阅频道哟 欢迎订队 unsure 我也订阅